大家好,我是F姐 歡迎收看F姐酒談 我們來談談酒 你是不是在選酒買酒的時候 站在一大排的酒前面發呆呢? 也會去問 如果我吃什麼要配什麼酒 那什麼酒要配什麼食物 這類的疑問大家都會有 其實你的問題 都和釀酒所用的原料 葡萄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內容很多 所以我會分成兩集來介紹 今天介紹在台灣賣場 比較容易看到的幾種葡萄 你知道葡萄之後 你在喝酒的時候 可以記住它的味道 然後選酒的時候 就不會無所適從了 首先我們來講 大家最常知道的 卡本內蘇維農 那因為它有點難唸 所以有人就直接叫它卡本內 也有人直接就說它是CS 然後CS它是黑葡萄 它釀出的紅酒具有濃厚的丹寧 以及酸澀度都很偏高的口感 那它的酒體濃郁 有黑櫻桃黑色水果的風味 如果經過橡木桶成化它 然後就會有香草咖啡 甚至還有煙燻的味道 如果你是喜歡比較濃烈的酒款的這種人 你就可以喝卡本內蘇維農 那要怎麼搭餐呢 它就是適合 油脂厚重的紅肉類 像燒烤的牛排 羊排等等 那卡本內蘇維尼 絕對是一時之選 那講到卡本內蘇維尼 我就不得不說這一款了 Melo 梅洛葡萄 那Melo的口感是偏甜的 它的丹寧跟酸度都比較屬於中等 然後屬於很溫順型的 那可是有人就覺得它不夠強硬 可是它就很絲滑 但是由於它也太過於溫順了 所以它常來被跟卡本內蘇維尼 一起做混釀 之前我們有提過 波爾多的酒是以混釀為主 河左岸就是卡本內蘇維尼 為主角的天下 那河右岸就是Melo為主的天下 它的丹寧比較滑順 所以你要搭配沒有那麼重油脂 跟口味的肉類 像雞胸、雞翅、鴨肉 都非常的適合 再來我們講到卡本內蘇維尼 它也是卡本內家族的 在波爾多呢 卡本內蘇維尼通常都會被拿來 跟卡本內蘇維尼 或者Melo混釀 由於卡本內蘇維尼釀出來的 葡萄酒的結構太強 需要丹寧比較少 結構稍微弱的卡本內蘇維尼來調和 讓結構比較適中 而且又耐成釀 對於Melo來說 卡本內蘇維尼豐富的果香 可以使它釀出來的酒 香氣更濃郁 更具有層次感 波爾多常用的這三種葡萄 可以這樣來形容 卡本內蘇維尼的丹寧呢 是黑巧克力 Melo的丹寧像天鵝融 卡本內蘇維尼呢 就是絲綢 那因為這款葡萄很少單獨使用 所以你在搭餐的時候 你很難找到一個單獨由它做成的酒來搭餐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大名鼎鼎 Burgundy的驕傲囉 貴族之葡萄 Pinot Noir 由於貴族酒呢 Burgundy產區的名聲太響亮了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 Pinot Noir葡萄那樣製的酒 都應該很高貴 都應該很貴吧 品質也最好吧 其實你在大賣場呢 你可以買到很好的 美國生產的Pinot Noir的葡萄酒 那這個價格呢 絕對就是各位小資呢 買得起的 而且它的口感也是非常好哦 Pinot Noir葡萄呢 是很焦貴的品種 它的皮很薄呢 就代表它的單磷呢 就不會太重 那口感是滑順的 可是因為偏酸的覆盆子 還有櫻桃味 那種紅色莓果的味道很重 所以呢 你感覺是酸酸的 依我的經驗呢 如果你買了法國Burgundy的Pinot Noir呢 那你醒酒的時間呢 就不要省下來了 你就好好的呢 讓它慢慢的醒吧 把它的香味全部醒出來 只要時間夠 酸味轉化出的甜味呢 絕對會讓你覺得 等待是值得的 那美國買的Pinot Noir呢 你大概醒酒半小時就夠了 要怎麼搭餐呢 因為它的酸度很夠 所以你可以搭配海鮮 像是鮭魚啊 蝦子啊 馴菇類的調味的食品都可以 再來我們要講到就是 Ciraz Ciha Ciha葡萄呢 也是普遍拿來釀製紅酒的葡萄 那它的丹寧的濃郁度呢 不會輸給Cabonet Sauvignon哦 但是它辛香料的味道更加強烈 顏色也比較深 那法國的南部的龍河區呢 是著名的殘區啦 澳洲以及南非 現在也是主要生產 Ciraz葡萄酒的殘區 由於Ciraz釀造的酒呢 有澎湃的果味 散發出濃郁成熟的 黑莓味跟黑果味 而且它更添加了一個黑胡椒味 所以它喝起來是有辛辣的感覺哦 這可能就要看出產的地方 跟酒莊怎麼去釀製它了 我個人是很推薦南非的Ciraz的紅酒 它的口感是很飽滿的 而且香味很棒哦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試試看 那像這種丹寧強烈的酒呢 就可以拿來成年了 成年就是你可以放啦 放個15年OK啊 那這種搭餐呢 這麼濃烈的話呢 有人是說可以搭麻辣火鍋 但是因為我還沒有試過 可以試試看啦 好 那再來就是嘎美 加美葡萄 嘎美葡萄呢 是法國Bojoley產區主要的釀酒葡萄哦 那有人形容這種葡萄釀出來的酒 單純又清新 其實就像個小女孩 嘎美葡萄的果實是大的 枝多皮薄 那它的酒色的色澤比較紫羅蘭顏色 然後丹寧也是低的 口感清淡柔順 有草莓跟櫻桃的口味哦 它的酒精度也是低的 那嘎美葡萄呢 也會跟別的比較濃郁 重口味的葡萄一起釀 那混釀後的嘎美呢 常常會成為一個很出色的配角 因為它把果香味會帶到酒裡面 這是它很重要的角色 那嘎美的酒體清淡 我會建議呢 它其實像比如說煙燻鮭魚啊 還有呢 它意外的可以搭中式的紅燒肉哦 還有酸菜白肉鍋 你可以試試看 那針對今天講的這幾款法國的葡萄呢 我有幾個重點給你們做參考 第一個影響葡萄酒性格重要的因素呢 第一個就是釀酒用的葡萄 第二點呢 丹寧的高低及甜度呢 是紅酒影響食物搭配的重點 那第三點呢 在不知道怎麼選酒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看你要搭配的食物來決定 那下一集我們來看看其他殘酒國的葡萄 那祝你今天喝得愉快 Cheers